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,几乎每家都有着一台电视机,在电视上涌现出了很多经典的影视剧,动画片等等,深受小孩子们的喜爱。 相信大家都看过动画片《熊猪末吧》,这部动画片的收视率非常的高,刚刚播出后不久就火爆全国,而且剧中熊大,熊二和光头强都深受全国各大小朋友的喜欢。 随着这部动画片的爆裹,很多人都开始纷纷模仿光头强,很多和光头强长得很像的人抓住了这个商机。 其实在演艺圈中,有几位明星也很像光头强、雪村、赵英俊等等,只不过他们已经是明星了,所以不用去蹭这个热度了。 前段时间在网络上出现了一位真人版的光头强,在成都某商场穿上服装开始捞鸡,这个模仿光头强的人真名叫马家六。 其实马家六是四川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,因为从小家里贫困,所以如今51岁了连个老婆都没有。 长大之后马家六也是一直在家中帮着哥哥干农活,因为没有娶到老婆,所以马家六一直与哥哥一起生活,但是后来因为马家六的长相体特,很多人开始注意到了他。 后来马家六来到城里打工,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,马家六被一家传媒公司地老板看中,直接签约了他五年,因为自己长相太像光头强,所以马家六之后的装扮全是光头强的形象。 与老板签约了五年的合同,之后马家六的名气越来越大,走在街上很多人想与他合影,自己一瞬间成为了名人。 后来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包装,马家六成为了当地的小明星,如今马家六经常到商场参加一些活动。